好哦 老婆亲 长者们扭腰摆臀 火肉筋骨 为了让台北市营法照顾计划更全面 市府圆明会今年开始 将长青热火及其劳服务中心合并 另外开设全台首座原住民长青学院 持续提供长者学习机会 透过交流产生更紧密的学习互动模式 分享彼此生命经验跟族群文化的认识 比较有互动的一个机会 很多编织的 还有吹梯子的 还有唱歌 我有选取的很多 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 他们的文化真的是很丰富 那年轻人呢 比如说主语 他们都不太会讲 年轻跟老的可以搭在一起这样子 市府圆明会表示 长青学院设立希望能鼓励长者走出家门 参与多面课程学习 再次投入社会 可说是承造政策的升级版 除了有丰富的课程 也成立课外社团 未来经过经济研洗的长者 还能以文化推广员身份 前往各场域讲述圆明文化 从公立幼儿园 还有小学 还有甚至到社区的一个机构 今年呢我们也会带到大学的部分 这样子的方式去渗透整个都会区的话 非圆明的部分就会更了解我们原住民 主委指出从三月开课以来 已超过百位长者报名参加 可依照个人兴趣时间选课 分别在南港北渊会馆 北投凯达格兰馆 万华纳鲁湾创意会所 及文山新丰活动中心开课 尤其今年九月在中山区开设新的服务据典 针对中低受入户或行动不变长者 还会提供交通津贴 建立友善健康的营法生活 有时新闻胡顺八度台北市采访报导